说起黄磊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带着大女儿多多参加爸爸去哪儿 加上经常在微博筛老婆和女儿 所以大家对他们一家子非常关注 最近黄老师又拖家带口 去参加无证艺术节了 妻子孙丽还晒出了一家子 在乌正儿耍的照片 其中就有此前从未曝光的小儿子 照片里二女儿多妹和小儿子面对面坐着 小儿子把胖嘟嘟的手指放在了多妹的嘴唇上 非常萌朗 但是细心的网友也发现了个有趣的地方 小儿子是单眼皮小眼睛 和家里的其他人都长得不像 看来黄磊一家子都是复制粘贴的设定 终于要被打破了 因为爸爸去哪儿的原因 大家对黄磊大女儿多多的了解最多 多多是典型的大眼睛 和妈妈孙丽很像 性格也特别温顺 善解人意 看多多和孙丽的合照 难怪黄老师经常在微博夸顺利和多多像姐妹 这完全就是一个母子客出来的好吗 二女儿多妹也是大眼睛 再长得像爸爸黄磊多一点 大脑儿圆鼻子 性格也比较古灵精怪 看黄磊夫妇微博筛出的一些关于多妹的趣事 完全就是个小机灵鬼 小儿子去年五月出生 当时黄磊只发了一条带爱心表情的微博 出生后黄磊夫妇也很少主动激起过小儿子 此前 孙丽只在微博摔出过一次多妹和小儿子的照片 多妹拿着弟弟的脚 没有露出脸部 能看出来 黄磊夫妇非常低调 但黄磊还是因为像儿子的出生背上了很多骂名 很多人不能理解 明明黄磊已经拥有两个完全继承她和孙丽基因的女儿了 为什么还要让40岁的孙丽受苦怀第三派 当一名高龄产妇 甚至有人说黄磊骨子里是重男轻女的 所以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 还是执意要生一个儿子 小八道是不这么觉得 网友们还是有点太夸张了 黄磊对两个女儿其实很用心啊 在很多节目里他都说过 自己一路玩节目机会赶回 家陪老婆孩子 看微博里 黄磊经常做一大桌子的爱心餐 用心程度爆棚 在很多节目里 提起大女儿多多未来嫁人等事儿的时候 黄老师那家如的表现 明显就是个女儿奴爸爸 有句话说 穷养儿子富养女 但黄磊表示他不会用穷养或者富养去对待儿女 他会用爱去养 由此可见 黄老师真的是个好爸爸啊 所以说 网友们就别看上钢烧线了 众男轻女不存在的 毕竟都是自己天生的 还有啊 小儿子现在还这么小 还没长开呢 就黄磊和孙丽的颜值 儿子肯定是帅的啦 两姐妹长得这么好看 儿子又这么可爱 黄老师和孙丽的微博 李也经常晒出一家人的幸福点滴 黄老师真的是人生赢家 没错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